各位同學大家好 仙春開紅盤 漲了500多點 很多同學都要問 老師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所有股票都可以飆上去 當然有的股票一定會努力的飆 有的股票整理完之後會衝上去 畢竟這些股票在這裡來說 有的在低位階 還有人低檔去放空的 這真的很好笑 到時候你們不要被嘎 兩隻三隻掌停擺以後 才在那邊哭說 老師要怎麼辦 對不對 神盾安國 對不對 就是被嘎空的 神盾上個禮拜五是 封關之前是跌停 今天是漲停 空單補了沒有 安國是漲停打到跌停 今天開低又走高 老師到底能不能買 不要懷疑 很爛 分享標股的攻擊模式 我昨天晚上就寫好了 昨天馬上發給群組裡面所有的同學 對不對來看一下我昨天怎麼講的 2月14號籌碼分析 對不對 同學我講的都很清楚 台股過舊歷年了 美國股市飆翻天了 台積電狂飆 對不對 安某將近一倍 台積電過688 今天台積電多少錢 709塊 不是有股神系統告訴你說 台積電被他罵了一整年 從688賣到罵到300多塊 結果300多塊漲到700多塊 他一定沒買 因為天天在罵 對不對 所以同學 我這也沒有先解 台積電過688機會大增 立望四星M31 漲多修正仍是多頭 看一下立望 我是不是告訴你 我的國小同學 國中同學 立望買300多塊 開盤就漲停板 同學 對不對 立望已經來到3000多塊了 立望3000多塊了 創意已經超跌了 官股券商大買 融券創新高 還有MSCI權重增加最多的 就是這個 農曆封關前 他還打到跌停板 我告訴你 跌停板你不要怕 比跌停板低你就賣就對了 對不對 同學來看一下 今天你敢買嗎 老師一件事我不敢買啊 老師 咚咚咚咚咚 60塊錢 我告訴你明天 明天直接跳高開 明天直接跳高開 會開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原則上應該是開1790左右 災檔股票 有很多同學有 但你做現股當中 沖沖樂來沖沖樂 今天沒有沖 因為今天第一天新春開紅盤 第一天開紅盤 就我們公司的網路系統當掉 到了10點半以後 這個網路才好 那時候扣也來不及扣了 我就說持股續爆 明天來做沖沖樂的沖沖樂 同學就是這樣做 好不好 來看一下 金星科 金星科安謀概念股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我買金星科 買398塊 今天金星科 不好意思 漲停板 老師 你不是500多塊有賣掉了嗎 對有賣掉 賣掉不能買回來 還有同學在買回來 對不對 今天漲停板 老師金星科獲利不是很好 EPS很低 EPS不高 大概今年 大概EPS是正的 賺錢而已 我們看一下金星科 對不對 看一下金星科 對不對 金星科去年 大概轉歸為盈 本來賺7塊 今年大概 去年年底 大概可以賺2塊以上 沒問題 但是同學 你要看EPS 那還不簡單 金利科還是虧錢的公司 股價都漲到500多塊 那你認為金星科 也是賺錢的公司 它不會漲 那沒關係啦 不然你不要買 不然你去放空嘛 對不對 同學 不要擔心 好 台積電過了 創意要開始工囉 創意我們前面 已經賺了1000塊錢了 同學 看一下 創意我們這裡買 這裡賣這裡賣 這裡賣這裡賣 已經賺1000塊錢了 我答應同學說 後面的1000塊 我還要幫你賺回來 老師那1000塊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1400多塊 會漲到2400多塊 四星KY你知道嗎 都漲到4000了 創意漲到2000塊 難道會過分嗎 不會吧 對不對 創意去年 大概賺26塊多 今年大概28塊 28塊 四星KY如果在4000多 創意到2000塊 也是合理的 空單一堆 你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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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看一下 創意你看一下 它融券創新高 告訴你 股票有時候 它不會漲不會漲不會漲 當融券創新高以後 它就會漲 它就會噴了 明天會不會漲停板 明天大概不會漲停板 大概明天漲個50塊 應該沒有問題 要怎麼做 好 趕快加賣就有啦 加賣就有啦 對不對 加賣就有啦 好 今天還有一支 這一支股票叫艾普 元月營收是年增 但是月減 因為它元月大概做2億多而已 老師很差 對啊 今天艾普三大法人都在賣 很奇怪 它竟然收紅K 你看 它竟然開盤價483 收盤價483.5 賣也賣不下去 你看一下它是不是收紅K 對不對 它是不是碰到季線 碰到季線 每一次碰到季線就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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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一個新參加的會員 他問我說怎麼辦 我說你掛475買 還沒買到咧 沒買到啊 因為10點才掛嘛 沒買到 明天會不會大漲 我不知道 今天三大法人都在賣 外資投信資金商都在賣 老師 威盛到底會不會漲 我這等 這洗來洗去 洗到皮都沒有了 威盛今天沒有大漲對不對 X86就不要做了 X86就不要做了 威盛今天 自營商跟外資 跟凱基證券大買 明天會不會漲停板 我不知道 因為它在這裡 剛剛好回到哪裡 回到這一條叫半年線 剛剛好這個是跳空缺口 這個是漲停板 回到這個跳空缺口的上緣 所以照理來說 明天威盛開盤價應該138 如果138過142 你們就去獻股當衝 開盤價就先掛著買 過138過142 你就145衝 258等258 老師不是教你們都很清楚嗎 老師不是教你們都教得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同學來看一下金利科 元月成長也飆 今天金利科來到多少了 恐怖啊 恐怖啊 現在來到500多塊了 因為他沒有融資融卷 所以他不能放空 你看 在這裡要死要死要死的 突然一陣急拉 啪一下拉上去 對不對 威盛元月營收年徵 注意二月以後的題材 對不對 神盾安國安格 嘎空 嘎空需配合消息面 籌碼面 一般來說嘎空股籌碼安定 不會太快結束 禮拜五你看神盾跌停板 你一定在想 上格就是封關前跌停板 你一定在想 啊 老師我空單穩賺的 沒有啦 沒有穩賺的 你看一下神盾 今天拉漲停 是不好的公司啦 但是 嘎空就是這麼厲害 對不對 同學 我也沒有告訴你 我也沒有告訴你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你要注意到 加LINE分享標股的攻擊模式 我現在今天晚上 我會把籌碼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 我會跟你講 哪一些股票 大概明天的高點跟低點在哪裡 你要做當充 你就會做啦 充充樂的充充樂 對不對 有很多同學過年前來找我 因為為什麼 因為過年前那一天 創意舉辦法縮 結果股價開低走高又殺低 然後殺到跌停板 還鎖 然後還空單一堆 恭喜 恭喜你們 空單 恭喜你們 今天沒補 今天沒補 明天會不會漲停 我不知道 同學 那怎麼樣才會知道 加LINE 加LINE你就知道了 加LINE你就知道了啦 同學 所以我待會會給同學看一些籌碼 籌碼分析就是這樣嘛 要看籌碼 其實今天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說實在啦 今天要買安謀的股票 我會帶你買金星科嘛 同學都有買金星科啦 所以我就 我就沒有在call啦 要不然利基也不錯啊 4968的利基是不是也漲停板 那這一些漲停板 明天會不會繼續漲停板 那今天休息的股票 明天會不會大漲 來給同學看一下 這很好玩喔 我告訴你 這些股票真的很好玩 來看一下看一下 你看喔 外資今天買了 智原買了2000多張 但是投信是賣的 看一下威盛 外資買1000多張 對不對 自營商買700多張 這加起來就2000張了 1300加700嘛 是不是2000 對不對 我給你看一下盤中 盤中其實外資都沒有用大單在敲 都用小單在寄 對不對 今天凱基證據也買很多 明天會不會漲停 我不知道 所以同學加了 然後明天禮拜五 我們來玩一個 沖沖樂 價差50 100 隨便你要賺多少都有 趕快打電話進來 加入我的行列 加LINE你就知道如何當沖 沖沖樂 掌停板 好 打一通電話 馬上就知道了 下班長再回來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寿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寿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諮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各位同學 今天很刺激 動動動動動動動 震盪幅度很大 對不對 你不會想到台積電會過700吧 我事先就告訴你了 對不對 你不會想到說 跌停板的這個創意今天會漲吧 我事先就告诉你 你认为创意 明天会不会大涨 涨停板我不知道 但是我把筹码告诉你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筹码的变化 来看一下 同学来看一下券商进出表 我在这里跟同学做一个报告 主力券商 今天说实在 今天在这杀来杀去 拉来拉去 我在边边看 我看得都好笑 我说怎么有人那么奇怪的 这么低点还去空股票 有人这么奇怪 这么高点还去追股票 那有人为什么放空 在这还死不认错 还一直被嘎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3443 创意 现在没有老师在讲创意了 对不对 前面田新教主一直讲创意 现在不敢讲了 老师都这样 跌了就不敢讲 嘎嘎也不敢讲了 对不对 那个什么 哲哲也不敢讲了 我们讲 没关系 来看一下 创意 你看今天元大买1200多张 台湾摩根买431张 看到没有 431张 这一张不是30块 这一张是1000多块 上海汇丰买109张 看一下 他们买的成本 大概都在今天平盘以上 都在 美丽买了500多张 都在平盘以上 对都在平盘以上 有没有看到 台湾汇利是卖掉 台湾汇利卖掉没关系的 反正台湾汇利已经 都卖光光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台湾汇利也没股票可以卖了 在这里注意到 好 在今天看一下 2388的威胜 到底谁在买的 对不对 老师2388的威胜 哇 老师凯基买1500多张 老师瑞银买590张 买多少钱 对不对 都买在1380块左右 老师他们今天收盘赔钱 放心 开盘就过了 他们就赚钱了 所以同学在这里 也不是说你股票 每一档股票要去追 你买在低低的 人家拉涨停你多爽 对不对 同学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 来再来看一下 今天6531的艾埔谁在卖的 今天元大买很多 美商高盛卖了500多张 差不多一个券商就卖的差不多了 因为今天总外资 也不过卖600张 对不对 再加上瑞银卖了300多张 买200多张 这些加一加加一加都卖的差不多了 但是台湾摩根是买的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 他每次来到季线都是买点 每次来到季线都是买点 每次来到季线都是买点 明天我带你做当冲要不要 这一支股票很好冲 这一支股票我看他都是258 对不对 你看最低是475 对不对 最高496 475到496也是20块钱 20块 也是蛮好冲的 所以同学在这里也是这样 但是我在这里除了这些股票告诉你之外 其实还有别的股票可以做 像金利科安国神盾 金利科是不能当冲的 金利科是不能当冲的 但是安国安格神盾这些都可以 还有一支股票 我在里面在过年前有写的 这一支股票叫做什么 这支股票叫4968的利基 今天也是涨停板 你注意到 他在这里是开高 守住均价限 然后就拉涨停了 对不对 他的走势跟什么很像 跟这一支很像 跟金利科很像 开高对不对 守住均价限 这条叫均价限 大家买的平均成本 大家买的平均成本都在这里 就涨停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有很多支股票 明天冲冲热都很好做 放心 现在比较重大的问题是 有一些股票在这里公布 圆月的营收 像爱卜 做2亿多而已 2亿多也比金利科的2千万好吧 对不对 爱卜去年多多少少 大概赚的大概也是 大概6块8块多 今年大概赚20块 外资来上看多少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好来看一下爱卜外资上看多少 对不对 外卜 爱卜 AI助政 外资占爱卜 2024年目标666 他本来目标价多少 目标价本来是多少 555 对不对 目标价本来是上看500 后来看500 后来看555 对不对 看555 看一下这里是不是看555 现在看666 对不对 所以他第一次就涨到555 很准 老师会支撑那么准 这一天最高点就555 那公布营收 元月份不怎么好 元月份公布多少 2亿多 你看你看出来了 2.06 去年元月也是2.02 对不对 他的元月营收 都是一年以来的最低 你注意到都是最低 他从2亿变 3亿变 4亿变 5亿变 6亿 今年很有机会 超过4亿到6亿 股价再涨一倍 这样比较有搞头 对不对 所以营收出来了 有时候营收出来 其实是在洗盘 对不对 你看爱卜出来了 资源也出来了 资源也是衰退 资源是月衰退年衰退 那老师资源为什么盘中会涨停 因为资源这里有搭到AM 对不对 资源 来看一下资源也出来 爱卜也出来了 金星科元月还没有出来 金星科还没有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威胜有没有出来 威胜有 威胜比去年 去年一月份 也是他最 营收最差的一个月 5亿多 今年元月份7亿多 今天外资跟自营商 全部都在买威胜 明天威胜会不会开高走高 可不可以冲 冲冲了 冲冲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 营收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营收 像比如说金利科 金利科元月营收出来了 老师比去年同期 成长一倍以上 比上个月成长一倍 拜托 百万千万 再多也不过四千多万 好不好 对不对 安国 老师安国元月营收出来了 他元月营收衰退 当然要衰退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看他衰退 你去空他 老师心鼎元月营收也衰退 老师神盾元月营收也衰退 但是他告诉你说 我今年会成长百分之五十 公司敢讲 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同学 你赶快加赖 加赖 加赖以后我就带你做了 像安格 对不对 安格元月营收也是衰退很多 对不对 都出来了 训绝元月营收还好 我们当冲做就这样做 像韦颖 今天开太高 走太低 因为他元月营收不怎么样 还衰退 你看一下韦颖 今天开盘还将近涨停 你买到涨停就 不太舒服了 对不对 你今天如果开盘 开盘你把什么 你把爱普卖掉 到收盘你就不舒服了 因为你开盘卖 你开盘比开盘价低 你卖都错 因为他收盘收高 所以同学在这里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筹码分析 你不了解筹码 你不知道主力在搞什么 那你会在这里 老师跌了我就砍了 涨了我就追 你有多少钱可以砍去 追来追去 对不对 还有 这个创业 MNCIA权重增加最多的 你知道如果增加最多 他就势必要买 所以有一些外资已经偷偷在买 当这些外资买了 买满了 其他的外资就会进来买 其他外资进来买了 投信也就会买了 投信会买了 支一张也就买了 所以同学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你不了解 你每天追高杀低 我告诉你 再多钱你都不够了 所以同学赶快加赖 我告诉你 明天开盘价收盘价 盘中的高点低点 告诉你 你跟着做就对了 赶快打一通电话 一块钱我带你操作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立则优优独立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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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